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咱们谈谈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 中文古代的手工业 它是分成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 所以第四一点 咱们强调官私营手工业这个问题 第一个咱们强调一下官营 第一个咱们强调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它在中国古代的出现是很早的 所以咱首先是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个是它的特点 官营手工业有什么特点 这些东西恐怕你们都忘掉了 官营手工业有什么特点 首先你应该考虑一点 它既然是官营 它是为谁服务的 就是为官服务 皇室王室 最早的时候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官营手工业 我们教材上讲是西周时期出现 所以它特点应该是 比如说圈一 你可以往下写 圈一是西周时期出现 有可能更早 你说商朝的时候 像它的那些青铜器 它的玉器 什么那些东西的话 那些手工业品 它也是官营的 那有可能就更早 就是最晚最晚 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 西周时期出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官营手工业 它有什么 具体的怎么官营 具体怎么官营 第二个就是官府设立作坊 官府设立作坊 提供原料 然后指定产品 指定产品 那就第二个特点 官府设立作坊 这个作坊是官府设立的 官府设立作坊 提供原料 然后指定产品 写了吗 这个特点 这个原料是官府提供的 产品是官府指定的 你生产什么 不是说你想生产什么 你觉得什么走壳 你生产什么 朝廷需要什么 让你生产什么 第三个 特点就是工匠职业是世袭的 世袭的 父子相传 一代一代的 你如果一旦被编入了匠级 你身份是不能改变的 你们家是编入匠级的话 你们家就永远从事这个行业 你不能改变 所以他职业是世袭的 这是特点 第二个就我们来看看官营手工业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 官营手工业的地位 官营手工业 因为它是政府投资 所以它资金怎么样 雄厚 很好 资金雄厚 资金雄厚 你想它是为官府 王室 皇室服务的 所以它生产的规模怎么样 很大 规模很大 分工 细 分工细 所以水平怎么样 高 代表着技艺的最高水平 那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当中 它应该居于什么地位 主导地位 很好 主导地位 非常好 所以它资金雄厚 它的规模很大 分工很细 技艺水平很高 代表着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最高水平 主导地位 主导地位 你看现在 就是说文物收藏 文物界收藏 那么你比如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军瓷 就是瓷器 军瓷 还有就是辱瓷 这些瓷器 是吧 它为什么特别值钱 是吧 那个民国都讲 家有良田千寝 不如辱瓷一片 你还不是一件 是一片 因为传世的就几十件 是吧 就几十件 渐渐都是无价之宝 渐渐都是无价之宝 前几天要去台湾 在那个故宫博物院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看他那个辱瓷的鼻喜 你看得很平淡无奇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么一个东西 当年 他们到台湾之后 这几十万件文物 怎么来 这个叫盖个馆展出 当时也是台湾也很穷 是吧 六六几年的也很穷 百废待兴 没钱盖这个馆 所以就拉赞助 在国外拉赞助 当时的洛克菲勒就说 这个故宫博物院 我给你盖 我给你设计 比现在 蒋公他们盖的博物院的规模 要大得多 我给你盖 但是我就一个条件 你把这个比起给我 就是一个就够了 我给你盖 你说要多大的故宫博物院 我给你盖 是吧 结果就是 当然台湾就没同意 这个东西一直留在中国 是吧 那种天青色的那种东西 那么他为什么就生产了几十件 因为那是徽宗皇帝非常喜欢的 是吧 你生产出来有一点瑕疵 就要把它砸碎 瓷片都要深埋地下 是吧 就不能让它流落到民间去 这个东西民间是不能用的 只能谁用呢 皇上用 显示至高无上的尊严 人手一个 那还有用吗 那玩 对吧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传世下的非常珍贵 他要看款 你说瓷器也好 包括佛像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你文物市场收藏 你比如说你要不懂眼的话 人家拿假的懵你 是吧 你说这真的东西 你首先就要看它有没有提款 是吧 你看那好的瓷器 它都有提款 大明什么什么年制 是吧 民间的东西有提款吗 不允许 是吧 你不能你们家什么 就是说你出门的话 你车上插一国旗 你是不合适吧 是吧 然后你们家一奏乐 奏国歌 这不合适吧 那东西它是皇室的象征 提款 是吧 你都有提款 你没有提款的东西 就是民间的东西 就不值钱了 提款的东西 就是文物这个东西吧 是吧 它就官营造出来的东西 肯定比民营的 值钱 它记忆水平高吗 文物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 当时值钱的东西 现在值钱 当时不值钱的东西 现在照样不值钱 是吧 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 一个铜钱 汉朝的五珠钱 年代够久远的吧 你和钱俩 是吧 到今天 没人造假 这五珠钱假的吧 没必要造假 传世的怎么样 太多了 那开元通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 是吧 法门寺地宫一打开 踩着开元通宝进去了 是吧 几十万斤撒在里边 你说还值钱吗 是吧 几十万斤撒在里边 你说它能值钱吗 是吧 你看那个什么 明朝的那个什么 成化斗采鸡钢杯 是吧 那个杯子 成化斗采鸡钢杯 做出来就值十万两银子 当时就是十万两银子 那你说今天得多少钱 是吧 为什么这个 就是书画的作品 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因为它怎么样 它少 它就这一件 是吧 就这一件 它当然就很珍贵了 是吧 所以它这个观影手工业 它是代表中国古代记忆的最高水平 唐朝清词当中的密色词 是吧 清词当中有密色词 是吧 传世的就十几件 全是法门寺地宫里发现出来的 供佛用的 原来都认为啊 这东西早就失传了 结果发现了 发现了 发现之后 今天在这个法门寺的博物馆里陈列着 是吧 中国的博物馆一般是割的东西都是赝品 是吧 就好东西咱藏起来 复制也跟那割着 是吧 你放心这个密色词肯定是真的 因为你不会复制 你复制不出来 是吧 你复制不出来 是吧 你要有这么一件的话 子子孙孙吃不清 是吧 那东西它真是 都不是价值连城的问题了 是吧 一共就这么十几件 它就是观影造出来 造出来干嘛供佛使的 是吧 真是子子孙孙吃不清 是吧 我们参观的那个 那个时候 特别跟我那哥们一块去 我们俩斗 我问那工作人员 我说你这个 掌柜的玻璃防弹 是吧 那工作人员说他不防弹 不防弹 我哥们一哥们说 他不防弹 咱俩动手吧 是吧 咱俩动手 然后我哥们看我一眼 你防弹 你要防弹 你要防弹 你要动手 是吧 真的 那东西 就它的那种美 不是说咱们 拿一张照片 彩色的 你也看不出来 除非你亲眼目睹 青中带粉 粉中带蓝 那么一种颜色 简直是真的是 巧夺天宫 造型很古朴 就是那么一个很古着的一个瓶子 巧夺天宫 你现在绝对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现在不是觉得做不出来 可能能做出来 它那激光什么上色就完了 但是绝对跟真的那个东西是有差别的 所以观影手工业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 它绝对是具主导地位的 每一个皇上大婚 清朝皇上大婚都要烧制一套 有皇上专用的瓷器 专用的 全国仅此一套 他可能要烧几套 给皇上看 皇上看了之后 这几奔三套四套 最满意的那套留下来 剩下的叫什么 砸毁 所以这东西绝对就是价值连城 所以这个是对他的地位的看法 然后就是对他的评价 这么好的东西 有什么 对他怎么评价呢 对这个观影手工业怎么评价呢 对这个观影手工业怎么评价 一个就是说 它确实是推动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 推动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 你看咱们中国古代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考古 考古 你考古 就是你刨坟那都是谁的坟 就是帝王将相的 你刨老百姓的坟有什么用 是吧 老百姓的坟可能没等你刨 早就被刨了 早就都是扔的 是吧 你刨的东西 这东西好 好 为什么好 他都是因为他给谁服务 给皇室服务 所以就是这个推动发展 但是呢 这个生产效益很低 生产效益很低 生产效益为什么低 这个很好理解 你想啊 我这个干好几年 我就烧这么两三套瓷器 留一套上来都砸了 那这效益肯定怎么样 就是你等于不计成本 对吧 不计成本 投入跟产出非常的怎么样 就是不成比例 再有一个你琢磨 我是工匠 然后我就入了匠级了 我的儿子也是 我的孙子也是 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不能读书 不能做官 那他会激烈的怎么样 就反抗的 是吧 我唱戏 我唱戏 我很不招人带着 唱戏 都是下酒瘤 我就跟我儿子说 你绝不能干这了 咱俩断绝父子关系 你改投哪个大宦官 你给他去当义子 然后你读书科举做官 咱家门风改换 工匠行吗 门也没有 门也没有 所以我一旦入了匠级 我子子孙孙永远被打入令策 那肯定他就反抗了 对吧 我就不爱干这个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 我老被人看不起 我为什么干这个 跟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从明朝开始进行了调整 对官营手工业进行了调整 怎么调整的呢 由争议到顾目 由争议到顾目 能明白的意思吧 原来那个工匠身份 一旦被固定 就不能怎么样 就不能改变了 一代一代你永远是干这个的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儿子偷地动 你老干这个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不是了 我可以雇你 你为官府服务 你支付工资 支付工资 所以待遇改变 关系变革了 所以官营手工业 它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你到了清朝的时候 甚至官府就不怎么在直接设立一种官营的手工工厂了 直接你就从民间去 怎么呀 采购就完了 你采购就完了 你何必自己还养着这么一帮人呢 当然官府他也有 比如像曹凯霆他们家江宁制造的 他也有 但他主要就是采购了 不是说他专门开一广工厂什么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手工业的第一个官营 跟它对照的就是私营 私营 第一个出现 私营手工业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 私营手工业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 那它就是为谁服务了 这个产品就是为谁服务了 就为百姓 为百姓服务了 所以它私营手工业的出现 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会我们还会讲 是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 才出现了私营的手工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讲它的地位 第二个还是讲它的地位 明朝中后期以后 处于主导地位 那么私营手工业一开始只是家庭副业 后来就发展什么了 我生产的东西就是为了干嘛的 以商品为目的的 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 所以这样的话 它就发展成为私营手工工厂 就出现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 就出现了私营的手工工厂 就出现了 所以私营手工工厂的出现 它等于就推动了中国的手工业 手工经济的进一步向前的发展 行了吧 孩子们 这是我们强调的手工业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大问题 是该这个四了吧 该这个四了吧 第四个大问题 也是现在 也是高考比较爱考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 因为中国古代经济 说起来就是三大部门 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 对吧 等于这一刻讲的是手工业 上面讲的是农业 那么下面就该讲什么了 商业和城市 商业和城市 中国古代的商业和城市 中国古代的商业和城市 第一个我们讲商业 第一个咱们讲商业 中国古代的商业 中国古代的商业 第一点 我就不写了 阿拉伯一 阿拉伯一 你参照前面顺顺顺就完了 第一点 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商业 上古 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商业 原始商业 以物易物 懂这意思吗 以物易物 我拿麦子换你的麻布 就这种以物易物 这叫原始商业 现在商业都有好多这种 这种以物易物 现在也有 最早的时候 你看咱跟俄罗斯做买卖 咱拿轻工业品换它的 尤其是军工产品 拿这个换 以物易物 也有 第二个 阿拉伯二 那就是商朝 出现了职业的商人 和最早的货币 商朝有了职业的商人 这个商朝的人擅长经商 所以管经商的人叫商人 明白了意思吗 这词就这么来了 为什么不叫做周人 不叫做下人 干嘛经商 干嘛叫商人 其实就跟朝代有关 出现了最早的货币 那么最早的货币是什么币 大家知道吗 贝币 就贝壳 最早的货币是贝币 就是贝壳做的 贝壳 所以今天我们看 所有跟钱沾边的东西 一般都带贝子房 比如你这个贼 一般都带贝子房 财 财 一般都带行贿的贿 都带贝子房 最早的货币是贝币 贝壳 贝壳 第三 到周朝 周朝 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什么特点 他实行这么一个制度 叫做工商四官 工商四官 这个不念实 念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讲 治人者四人 治于人者四于人 就通这个饲养的四 工商四官 对商人进行统一的管理 为谁服务 官府服务 等于商人就由国家统一管理 给你提供衣食 你为官府服务 等于这个就是 这叫什么商 这叫官商 明白那意思吗 官府要养你 你为官府服务 叫做官商 等于是官商 到了这个 第四点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私商就取代了官商 私商就取代了官商 金银成为货币 金银成为货币 然后出现了一些商业都会 出现了一些商业的都会 是吧 就这个地方 它也不是首都 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 就是因为 比如说这水路交通发达 大家都在这做买卖 慢慢这就形成了什么 城市 形成了城市 比如说像楚国的渊 这些城市 日本叫晚城 这些城市 都是 当然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大的商业都市 还是各国的首都 各国的首都 是最大的 中国的商业 在唐朝以前 就是中唐以前 中国的商业主要是以奢侈品流通为主 珍珠 什么 马鲁 奇珍异宝 流通为主 流通为主 它就为谁服务呢 为官府什么的服务 从中唐以后 由于到宋朝以后 就以日用品为主 调度不好 接着卖特 以日用品为主 就证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发展的 所以这是第四个 咱讲中国商业发展的 第四个需要说的阶段 第五个就是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最著名的城市是洛阳 长安和扬州 是吧 扬州 长安洛阳好说 那是首都 东都西都 扬州在长江流域 因运河的繁荣而繁荣 扬州在唐朝的地位 就相当于今天的香港那种地位 大国际港 一流的大都市 所以你看唐诗里边写到扬州的地方 海了去了 故人西辞黄鹤老欧 烟花三月下扬州 李白那羡慕 你看人家 烟花三月下扬州 最美的季节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扬州最好 扬州这好那好 所以唐诗里边写扬州的那条太多了 扬州太美了 你今天去看看 也很美 小城 而且它特别好在哪 你比如说 城因为它小 它所有景点特别集中 你到当地包一辆出租车 一天全转完了 它不像北京 我今天上长城 明天上故宫 累死你 后天我带上颐和园 你别火了 你别火了 颐和园 你走 你就什么都不看 闭着眼睛走 你三小时你转得过来 你故宫你也是 什么都不看 你闭着眼睛走 所以北京 那就是你要玩 你跟北京你要玩 你外地人到北京旅游了 你不住个十天半个月 你能看见什么 那地方特别好 一天就完了 周围的长江流域 小城的形成带 镇江 苏州 无锡 杭州 你整个转这么一圈 挺好 所以扬州 确实很美的 很美 它那个时候是 第一流的商业大都会 外国人到中国来 最想去的就是扬州 唐朝人的最高理想 腰缠十万贯 齐鹤下扬州 腰缠十万贯 有钱 齐鹤下扬州 成仙了 成仙了 仙人才能骑鹤 咱一般人骑驴 骑鹤下扬州 扬州 好 而且在唐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叫做贵坊 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银行出现说明什么 商品什么 交易量怎么样 大 你货币的需求量怎么样 大 你携带不变 所以出现银行 是吧 出现银行 到了北宋 第五 可是第六吧 第六 就出现了纸币 出现了纸币 北宋 就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叫交子 就北宋的 最早的纸币 交子 纸币出现 就更说明你的商品经济的发达 货币交易量的什么 太大了 你金属货币携带不变 铜钱 铁钱 携带不变 就是黄金白银 带的怎么样 太沉也不方便 而且中国古代是一个贵重金属 严重缺乏的国家 对吧 我们的黄金白银大量使用是从明朝 中后期 新航路开辟之后 从拉丁美洲进口的 古代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 从日本进口 所以中国的贵重金属缺乏 那么主要就是流行铜钱铁钱 你那玩意儿带着 一千个穿一串 掉脖子上 掉三串上就躺下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中国跟意大利合拍的马可波罗 那个电视剧 电影 就马可波罗的爸爸回到威尼斯 就跟威尼斯的公爵讲 中国多富多富 然后中国有多先进 然后就拿出一张纸币 说你看这是中国发行的货币 然后威尼斯的这帮执政官 哈哈大笑 一个执政官就把那张货币拿过来 拿蜡一点就烧了 然后掏出自个儿的一枚金币 在火上一烧 然后地上一扔 这才叫钱 中国人拿纸当钱 是吧 然后那个谁 那个马可波罗的爸爸 说大人 您烧掉的这张纸是400两银子 是吧 比你这枚金币怎么样 之前多了 是吧 就你想象不到 中国人拿纸当钱 因为我们的货币需求量太大 所以才发现纸币 今天纸币携带都不方便 所以最常用的就是什么 刷卡了 一张小卡片足够了 你偷了白偷 你不知道密码 是吧 足够了 纸币需求量都不到 我最早去香港的时候 是吧 就是90年代末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去香港 我就看那香港人 干什么都能用卡 巴达通 那一张卡 是吧 买报纸也行 买油条也行 坐公交车也行 打电话也行 交那一张卡一天 哎呦 我觉得发达死了 就觉得 咱俩一堆 三毛两毛五分 能不能用的堆 是吧 这太不方便 你看人家用什么都能用卡 哎 好像现在咱这公交IC卡 也能干好多事了 是吧 也能干好多事了 其实出租车刷那个最省事 你省着找零了 是吧 你省着找零 刷那多省事 你公交车四毛 你给人一块 找六毛 就丢了 是吧 真的没必要 是吧 没必要 所以它就是电子货币 是吧 你看那个 尤其是日元 是吧 欧元也是 日元欧元 取出来 从银行的全都是崭新 就证明它的流通怎么样 少它基本用不着 对吧 用不着 是吧 美元好像是稍微旧点 你看人民币 是吧 北京的还好点 是吧 北京还好点 是吧 上回去外地讲课 完了支付 课筹 是吧 哎呦 都没法点 拉一年碎了 是吧 拉一年碎了 是吧 那就是 流通量太大了 是吧 太大了 那就是有点 什么了 是吧 有点 不好了 所以宋朝出现了纸币 宋朝出现 到了元朝呢 广泛流通 纸币 到了这个 呃 呃 元朝就开始广泛流通纸币了 哎 哎 可是 纸币的寿命 也就走到尽头了 你想 所以 因为元朝滥发纸币 明朝开始了 老百姓就怎么呀 就绝不能再要这玩 你再印这我给你急 是吧 所以你看等于明清两朝 后来又是以金属货币为主了 再纸币就是从国外来的了 对吧 就是近代以后 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 他发行纸币了 那就咱中国最早使用纸币 怎么从明朝开始不用了 就是因为这蒙古人给玩砸了 蒙古灭亡嘛 元朝灭亡 开河变钞 获根源 是吧 就是这个 呃 后人讲说 元朝为什么灭亡啊 开河变钞 获根源 惹红金万千 红金军就造反 是吧 开河就是修黄河 修黄河 你让这个 你治理黄河 咱们想讲话 哪朝都得治理黄河 是吧 治理黄河是好事 你不给民工钱 你还刻扣人两个人 怎么着 最后是民工 弄一毒眼石人 埋在地里边 刻上一行字 莫道石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 天下反 装模作业 给刨出来 哇 天意反了 哇 就反了 开河 变钞 就是因为你干嘛 滥发纸币 是吧 你滥发纸币 最后这老百姓 拿了一堆废纸 一钱不值 什么都买不到 是吧 所以这个造成元朝的灭亡 是吧 因此到了明清 到了明清 第八点了 是吧 第八点 到了明清 是第七第八 第八点 明清 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商业城市兴起 商业城市兴起 货币经济占主导地位 当然这个货币 尤其在明朝中后期以后 就是黄金 就是白银 中国古代的主要就是白银 白银作为上币 铜钱作为腹币 它主要是发行这个东西 然后农产品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农产品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农产品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比如说什么东西 咱前面讲的 比如什么东西 大量进入市场 农产品 特别棒 棉 还有就是茶 棉跟茶 这两种东西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棉跟茶 中国人喝茶起源于南北朝 南北朝的时候 是贵族在一块儿 谈禅 谈玄 就是佛老这些东西 彻夜达旦的聊 就觉得喝了这东西能提神 是吧 能提神 贵族喝 老百姓普遍饮茶 从唐朝开始的 所以陆语不叫茶圣 写茶经 从他开始饮茶 唐朝那会儿喝的茶 还是茶粉 不是说像咱们这种 茶叶泡出来 它是茶粉 日本今天喝的茶 就属于那样 茶粉 就跟咖啡沫倒在里边冲 是那种东西 但是喝日本的茶道 不就那样 冲汤 你看你给我一碗吐 就那种感觉 是吧 茶粉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然后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 就是人可以怎么样 成为商品了 那就是我可以就是说呃 我我可以雇佣与被雇佣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 这就是中国出现了啊 资本主义吗 是吧 就雇佣与被雇佣就出现了 是吧 我不是种地的什么 我不隶属于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人或者一个什么 我就是雇佣与被雇佣了 那就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区域性商人 呃出现了这个区域性的大商人 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古代 比如就明清时代 最著名的区域性大商人 什么 晋商 还有什么 灰商 对吧 这种区域性的大商人 是吧 买卖做的很大 是吧 你到山西去这个大院 那个大院 是吧 有的说能跟皇宫这么的院 是吧 那都是大商人盖的 是吧 区域性大商人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城市啊 城市啊 第二 商业 第二 城市 城市的发展的特点啊 中国古代 城市发展的特点 首先是政治军事中心啊 从周到唐 城市发展有什么特点啊 就是这个城市发展有什么特点啊 首先是政治军事中心啊 从周到唐 城市政治军事的中心 大家看这个字啊 看这个字 城市 几个职能啊 两个职能 城是什么 防御 防御 对吧 防御 中国古代讲最早 为什么要建这个城啊 著城 以为君 著城以为君 我为什么要建城干嘛使的 导卫 国君 对吧 所以他首先是政治和军事的职能 然后有什么职能 经济职能 经济职能 对吧 所以从这个 呃 周朝开始 周秦汉唐 下来 是吧 他一直是 首先是政治军事的中心 然后呢 呃 县以上的地方 县制以上的城市 设立这个市 专门设立市 县制以上的城市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 你你什么什么县 是吧 呃 你你你你你比如说咱秘云县 啊 秘云县 秘云县很大了 对吧 你的县政府在哪儿 就那个县城 县城 那叫县制嘛 县城以上的城市 设立市 专门设立市 啊 专门设立市 啊 专门这个这个城里边有市 你学过木兰茨吧 东市买涉 西市买那 南市买那 北市买那 对吧 他设立市 设立市 由官府社官管理 啊 这个 城市以上的 限制以上的这个城市 啊 专门由官府设 就由设立市 专门由官府社官管理 啊 官府社官管理 与民居分开 那是这个 跟老百姓住的地方是怎么样啊 分开的 那民居分开 到了唐朝 更明显啊 到唐朝 最典型的特点 市 市 房 分开 最典型的特点 市 房 分开 唐朝 长安城 是吧 这个 特别的规整 就跟这个围棋的那个棋盘似的 是吧 特别的规整 哎 这个 一个格子 是一个房 啊 这个 袁大都也这样 所以你看那四环路上 还有什么彩合房 是吧 那地名 对吧 它为什么就是说 它是一个格子一个房 这个房就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呢 居民小区 是吧 有围墙 有房门 是吧 然后这房里边可能它有这个 呃 就北京话讲叫胡同 是吧 一条叫街 胡同 然后你住在这里边啊 到几点那房门就关了 你不回来 你就露宿吧 露宿还不允许 官府逮着拿你没完 是吧 那都是宵禁的 拿你没完 然后有两个市 西市和 东市 房里边是严禁做买卖的 房市分开 你要买东西只能去哪 西市和东市 能明白的意思吗 你只能去这 是吧 每天太阳一出一一升起 太阳一一升起 敲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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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来跟那做买卖 太阳一落山 开始打进阶鼓 五百响进阶鼓 通通通通通通 打五百响进阶鼓 鼓声一响 赶紧加走 鼓声停了 五百响鼓声都停了 你还在马路上溜达 那叫处以痴行 拿鞭子 开始抽你 除非我有腰排 我有腰排 我是给皇上办差的 皇上让我去干嘛 那也另说的 那也另说的 否则的话 就是不允许你老百姓 没事在街上呆着 等于就是说他那个时候 城市里都是执行宵禁的 宵禁 你想那冬天的话 太阳四五点钟就下山了 太阳一下山全国下宝 全国下宝 你也没地逛 没地逛 那市都关了 他说这样 绝对不允许你任意设摊 是吧 扩大铺面 都不允许 那其实你要这么看 那证明那会儿的商品经济 要是跟今天比起来 它还不够什么 不够发达 对吧 你也假如说咱今天北京 就俩地儿能买的东西 是吧 一王府井 一公主坊 是吧 我们家给怀柔 是吧 我吃饺子 我打车上王府井去买醋去 我的天 是吧 那你说 那唐朝人他吃饺子 他不去买醋吗 他不买 他怎么样 自己酿 莫效农家 辣酒浑 对不对 人都自己酿酒 哪是说去买的 你像我小的时候 什么面条 家里嘴擀 饺子 包子 馅里全自分做 你没听说去买去 哪有啊 出了一回方便面 你以为你是高科技 这玩意 太了不起 有人怎么着过来 开水一泡 不用着 我天 这太仙境了 这玩意 你以为实现了共产主义 才能有这个呢 对吧 你想想看 所以他就证明那会儿的商品经济 要跟今天比起来 还是不够发达 他仿视严格分开的 仿视严格分开的 那么什么时候这种局面就改变了呢 那是到了宋朝 第三到了宋朝 宋朝 到了宋朝 仿视的界限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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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出现了夜市 出现了夜市 是吧 宋朝真的是中国其实是最应该好好研究的王朝 宋朝是被中国人骂的最厉害的一个王朝 软弱 无能 可耻 杀岳飞 反正就是 其实宋朝可以讲是中国历史上 甭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朝来 发展到顶峰 你说宋朝软弱吧 宋朝多少年 三百二十多年 唐朝横了半天不到三百年 唐朝谁横啊 而且 安史之乱以前你横了会儿 安史之乱一完 你还叫什么唐朝 你说了半天唐朝这么好 那么好 那就是太宗玄宗 玄宗前半 就这俩皇上那会儿行 汉朝很厉害 汉朝很牛 汉朝不就是汉武帝牛吗 汉武帝牛的结果是国家差点没灭亡了 差点没灭亡 你打匈奴 打 过云 是吧 最后一看 国库里原来那钱堆的都 那绳都烂了 都数不过来要多少钱 能打完匈奴 一看 除了耗子屎什么也没有了 是吧 你弄成这 你看宋朝反倒是 三百多年两宋 是吧 中国经济最发达 明朝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北宋的十分之一 南宋的六分之一 清朝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 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 才赶上南宋 南宋那个就北宋政府最高峰的时候 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一亿五千万两 南宋能到一亿两 鸦片战争的时候 中国的财政收入是四千万两 是吧 是四千万两 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 中国是八千八百万两 一年的财政收入 南宋是一亿 你想想 北宋一亿五 是吧 一亿五 他经济高度发达 经济高度发达 文化什么都是高峰 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高峰 所以有人说就是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 汉唐可敬 明清可布 太可怕了 这动不动杀人 这把人寡了 动不动干这 宋朝最可爱 是吧 可爱的王朝 是吧 最可爱了 是吧 君臣关系 皇帝跟大臣一师一友的关系 是吧 皇上也没皇上架子 是吧 大臣也没有 大臣跟皇上斗 穷斗 是吧 特别好 特别好 是吧 所以这个 宋朝的时候 打破了仿式的界限 开始出现夜市 是吧 而且前面讲了 宋朝以后 这个商品 就以什么东西为主了 日用品 就民生用品为主了 是吧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出现夜市 它为什么能够打破这个仿式的界限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是吧 我长途贩运的东西 是吧 我长途贩运 我哪那么好 我一定白天把这东西给你运来 我运到这个城市 我我我我从这个南方 是吧 运那个毛竹 大竹子 皇上要盖宫殿 我给运大竹子来 我爸运到东京变梁 正好是夜里十二点 你不让我进 这是给皇上用的东西 你不让我进 你让我进来吧 进来我得找地儿 找地儿住吧 我没吃饭我得吃饭吧 是吧 你那个市全关了 我跟那儿我怎么弄 所以慢慢的 这些界限就全都取消了 歌舞不绝 夜市什么 全出现了 就全取消了 所以宋朝的商品经济是最发达的 那对时间还有限制吗 就没有了 他不像唐朝 一敲锣全来 敲鼓全滚 他没有这说了 没问题说了 到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 工商业城市就兴起了 尤其是以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 那些小镇 盛泽镇 什么的小镇 原来就几十个人 那种小渔村 后来好多都发展成个专门的工商业城市 比如上海 当时叫松江 他就是织布什么的 把这布卖出去 卖出去 咱们中国在宋朝中讲 苏湖熟天下族 有的说叫苏常熟天下族 苏州长州 粮食要熟了 天下族 证明那个地方是什么 主要产什么东西 粮食 鱼米之香 对吧 到了明朝 湖广族天下族 那就是哪成了粮食主要产区了 湖广 湖南湖北 那江南不再种粮食了 干嘛 工商业 对吧 工商业 就这意思 你从那个人看出来 从那个人看出来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 就是城市的发展 第三个 也是现在特别要强调的内容 重农易商的政策 首先 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中国古代 人分四等 哪四等 市农工商 商居什么 四民之末 对吧 商居四民之末 所以你想 我天啊 哥今天 你能想象吗 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 排在农民后边 你能想象吗 今天让你当商人 当农民 你愿意干哪个 今天商居四民之首 对吧 市算个屁啊 读书那管什么用啊 是吧 商居四民之首 那时候商居四民之末 这是为什么 首先看它出现的原因 是吧 重农易商政策 形成于什么时候呢 春秋战国时期 就是战国时期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重农易商 你琢磨 战国 不是 你先别着急起 你琢磨 战国 干嘛 各国干嘛 打仗 打仗就是打什么 打钱 打钱就需要有什么 经济 基础 那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东西 农业 是吧 农业 你人人弃农 经商 全倒去了 你想 朝廷能乐意吗 而且最突出的一点 商人是流动的 我今天在秦国 明天在楚国 后天在赵国 在官府眼里 你忠于谁 商人忠于谁 商人忠于钱 对吧 商人忠于钱 农民老实八交的 我跟这儿干活 种地 给朝廷纳税 服役 服兵役 服摇役 这人多好啊 是吧 这商人你逼不着他 他整天就跑了 他跑了 有哪便是娘 有钱就是咧 他先干这个 对吧 所以你这种的话 这朝廷他是不得意了 所以我们说出现原因是什么呢 商人的流动性大 商人的流动性大 是吧 不好管理 与强调更战的思想 发生矛盾 是吧 你这个 就是说 任何一种思想 在他诞生的时候 是有道理的 你明白的意思吗 就跟分封 我们知道分封跟中央集权哪个好啊 郡县跟分封哪个好啊 显然郡县好啊 那当初周朝为什么搞分封啊 生产力水平怎么样 第一 远地我管不了啊 是吧 从浩京来咱北京的地方走一年多 我来不了啊 是吧 这种农易伤也是 种农易伤正在 当时他种农易伤 有道理没有道理 有道理 什么都没有 你倒什么去 对吧 你商业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繁荣的基础上 有东西卖 是吧 你现在生产力水平一低 你没东西卖 你怎么发展商业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明白的 第一点大家要明白的 是吧 他是因为这个 嗯 他的商人的流动性大 是吧 与这个呃 强调更战的这种思想发生了矛盾 发生矛盾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呃 第一个啊 原因 第二个就是种农易伤政策发展的历程 啊 种农易伤政策发展的历程 首先一个那首先一个就是战国啊 战国啊 战国啊 战国 第一点就在战国就是战国时代啊 战国时期呢 这个种农易伤政策兴起 最典型就是商业变法 那种农易伤奖励更支 如果老百姓弃农经商就属于舍本竹墨 是吧 舍本竹墨 农业是本业 商业是墨业 你如果舍本竹墨 这可是大罪 是吧 不但罪及自身 而且罪及妻弩 连你的这个孩子 妻子到末入官府为奴 末入官府为奴 是吧 所以他是这样的政策 是吧 这是在战国 然后就在两汉 第二个就是在汉朝 特别是西汉 两汉 汉朝 是吧 从汉朝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最典型的这个东西 最典型的东西 就是哪朝哪代道坚持的东西 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 今天好像也是强调这个 是吧 盐一定是什么 官营 在中国古代贩卖私盐 那是什么 违法的 盐铁官营 为什么盐铁官营 这两种东西是老百姓生活所啊 必须 盐是必须的 铁 你私人的野铁 铸兵器 你要造反啊 是吧 盐铁官营 就是官营 我这一搞官营 那就说我跟老百姓就是怎么样 什么关系了 我卖 不允许你卖 这等于就是不正当竞争 你能竞争得过国家吗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能竞争得过国家吗 所以你官与民要争利 民根本就怎么样 争不过官 民争不过官 所以你从汉朝开始搞这个盐铁一官营 这个私人商业就遭到了什么 沉重打击 沉重打击 汉朝皇帝一再颁布诏书 你像汉景帝 汉文帝 一再颁布诏书 这个农者天下之大本也 黄金诸玉 鸡不可食 韩不可依 不如谷目丧麻 而咱们讲 那个时候的商业 就是卖什么玩意儿 黄金诸玉 对吧 皇上一再下诏 黄金诸玉 鸡不可食 韩不可依 不如谷目丧麻 所以你这样来私人商业 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想卖点民生用品吧 您全观影了 是吧 我卖点黄金诸玉吧 你告诉我 其不可食 韩不可依 你这不是没法让我活吗 你这不是堵住我活路吗 就这道理 是吧 就这道理 当然文帝景帝算是好皇帝 文景确实是 尤其这个文皇帝 那真是节俭 汉朝所有的皇帝的皇陵都刨了 就他的陵没刨 为什么呢 没东西 你刨还不够工钱的 是吧 刨开那堆瓦罐 你疯了你 他的这个皇后博士 博皇后 这都是中国立场有名的贤后 是吧 说这个皇后 皇后牛到什么地方 衣不紧绣 很好 你们知道这个 裙不业地 是吧 衣不紧绣 裙不业地 衣服不是什么的 不是绸的 也不绣花 那不是绸的就是什么的 什么布 什么布 麻布 还不绣花 是吧 床帘 床单 桌布 全都在那儿 衣不紧绣 裙不业地 裙子怎么着 不拖地 是吧 超短 不拖地 为什么不拖地 节约 节约 省部 是吧 皇后 衣不锦绣 裙不业地 嫔妃呢 你能约过皇后的吗 是吧 一个比一个短吧 是吧 是吧 你这文武百官的夫人 是吧 那没法看了 是吧 这几朝 唐朝 开阔 红薄 多彩 是吧 宋朝是非常注重商业发展的 特别鼓励海外贸易 鼓励海外贸易 是吧 所以它是允许你发展的 唐朝在广州就设立了士博司 是吧 士博司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呢 海关 是吧 设立士博司 相当于海关 唐朝就鼓励对外贸易 宋朝也设立士博司 是吧 而且宋朝的这个 这个高宗皇帝 是吧 就这个 就是下圣旨的讲的话 广南士博 那就是广州那边 广南士博 立入最后 那地方太能挣钱了 是吧 太能挣钱 这个提举司 以德人而久任 是吧 谁要担任广南的士博司 找一个好人当 而且让他当到死算 东申志 是吧 就他会干嘛 若翻商肯来 动得百十万民 如果外商愿来 咱一下就挣个百八十万的 是吧 动得百十万民 揭宽民力 是吧 为什么南 北宋南宋 就是北宋的疆域 在统一的这个汉王朝的疆域 他也是怎么样 最小的 北宋二百五十万平凡公里 南宋的更崩堤了 只剩江南半壁了 是吧 北宋也不大 咱今天北京在宋朝是哪 北京在宋朝是归哪 辽国 对吧 幽云十六周 咱是辽南京 咱要生活在阳下降的时代 咱是辽国人 咱要生活在岳飞传的时代 咱是金国人 咱都不是宋朝人 咱是辽金的 还是首都公民的 对吧 辽南京 金中都 所以他宋朝很小 但是他怎么那么有钱 你明清那么大 你怎么那么穷 你怎么没钱 他怎么有钱 他鼓励对外贸易 怎么来钱怎么行 只要能来钱 是吧 所以到南宋灭亡的时候 那个士伯斯蒲庚寿 还是蒲兽庚 我忘了他这名字了 这哥们是阿拉伯人 这哥们是阿拉伯人 是吧 他在宋朝当了三十多年的士伯斯 他是阿拉伯人 会经商 回会商人的会经商 援军南下 他带着这些个这个 南宋的这些个金银财宝什么的 就投降了援朝了 反正他是阿拉伯人 他无所谓是吧 阿拉伯人 投降援朝了 本来南宋就打算用他的这些钱 作为复国的经费 有没有 这哥们投降了 钱去 忽必烈这高兴 你看你真太好了 你接商的士伯斯 是吧 宋元两朝这哥们一人干 你想想 半个多世纪 是吧 一阿拉伯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署署长 还干了半个多世纪 是吧 你想想 是吧 很不得了的 是吧 他很注重经济发展 到了明清 完蛋了 后面会讲 为什么完蛋 明清 第几个过程了 第四个 明清 固守重农一伤 固守重农一伤 明清完蛋了 后面会讲他为什么这样 固守重农一伤 严守重农一伤 本来唐宋元照这速度发展就很好 如果宋朝不灭亡 中国一直是宋朝这么发展下来 如果他不被蒙古人灭亡了 中国也就进入到了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了 也就发展成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 结果宋朝一完 元朝 元朝不会玩 玩了几十年回草原上放羊去了 你把中国给祸害的够呛 明朝一建立完蛋 朱元璋 朱元璋是什么玩意儿啊 农民嘛 在一王八出身 是吧 遗传基因又不好 弄得明朝皇帝一个赛一个混蛋 遗传基因又不好 所以整个完蛋了 所以最后 我们谈一下对重农一伤政策 谈谈它的影响 谈它的影响 咱们说了 你这个重农一伤政策 在出现的时候 是有道理的 但是 你固守这个政策 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严重阻碍了中国新经济因素的发展 行 影响 严重阻碍了中国 新 新 新经济因素的发展 新 啊 新 这 胳膊了三小时的嘴皮子已经不利索了 啊 严重阻碍了中国新经济因素的发展 啊 导致了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 啊 世界工业文明 导致了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 咱讲过这个吧 孩子们 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从什么文明发展来的 啊 科里特导致 他从什么文明发展来的 商业文明 对吧 咱点一个劲儿干嘛 重农易商 所以你不可能发展到近代的工业文明 你农业文明达到再高的角度 都没用 明白的意思吗 哎呀我现在这个 这个猴拳我已经练到最高段位了 是吧 跆拳道 柔道已经十二段了 一枪你不讨厌吗 是吧 一枪你不讨厌吗 对吧 你有用吗 武功出神入化 中国的武打片纯粹就是那种垃圾的玩意 啊 神的飞的 光一长 那种原弹爆炸的那种感觉 有弹用吗 是吧 我从来不看那玩意 你看外国电影里会飞的人都是未来的人 对吧 都是未来的人 超人会飞 是吧 而且外国人一定告诉你他为什么会飞 中国电影里会飞的人都是古人 是吧 都是古人 而且他不会 他不会告诉你这人为什么会飞 吃了一颗药 就飞起来 那我能找着那药啊 是吧 怎么就他能找着 他都是这个 是吧 他就是说你 你这个武功练刀再出神入化 在近代枪炮面前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一把吧 是吧 你就是一把吧 是吧 你一枪躲得开 机关枪你也躲得开吗 对吧 你往那打滚 你滚什么你滚 一枪你又不滚了 对吧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造成的结果就是第五一个 第五一个一个 就是近代前期 啊 近代前 前 前夜 不是前期 想想明清时期 那近代前夜的发展 与停滞 第一个 农耕文明 高度发展 这也不是吹的 种地 你种得过我们吗 是吧 高度发展 中国的农耕文明啊 到了明清时期 到了近代前夜 达到了人类历史上 农耕文明 所能达到的 集圣 顶峰 是吧 如果西方不爆发工业革命 大家都玩种地 谁也休想玩过中国 是吧 中国永远是世界第一强国 是吧 可惜人家不这么玩了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这工那工 已经练到了第十层 是吧 没用人家改开枪了 你这不缺德吗 是吧 我们苦心巴力的练那个 是吧 少林什么这拳那拳 练到练多不容易 练了二十多年 一枪死了 你这样玩 跟谁说理去 所以中国的农耕经济高度发展 农耕文明高度发展 表现在第一生产技术 第一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和作物 和作物 这有这么几点 这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就是双技到 一年几熟 两熟 这不得了 我一年能熟两回 这庄建 欧洲人那庄建一年只能熟一回 当然他那因为伪度高 他比较寒冷 欧洲好像最南边 也大概相当于咱上海 他最南边相当于咱上海 所以欧洲都是真的是很冷 第一次去欧洲 没经验 八月份去 到欧洲 一下飞机我就傻了 我穿短袖 人穿皮袄 我的妈呀 这怎么都穿上皮袄了 后来我一想 可不是吗 原来老看见二战的那些个就是书什么的 六月二十二号 法国投降 希特厄在爱菲尔铁塔前合影 还穿着长皮大衣的 六月二十二号 你要穿皮大衣 人觉得你神经病在中国 还穿着长皮大衣的 我一琢磨可不是吗 九月份波兰战衣爆发 都穿着长大衣 都得 在那给我动的 我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了 他不行 还露半截的 只要在当地买衣服穿 欧洲太冷 欧洲太冷 所以欧洲只能夏天去 冬天里没法去 三点天就黑了 你干嘛去 在那 没法去 他那因为冷 高寒 所以他的作物一年一收 一年一收 他那没法种稻子 只能种小麦 高寒 中国双季道 甚至出现了三季道 是吧 海南岛啊 岭南有三季道 一年收三回 当然那米 你就甭指望好吃了 是吧 好吃的还是东北的米好吃 对吧 因为它生产时间长 是吧 第二个是高产作物 高产作物引进中国 什么东西知道吗 玉米还有什么 白薯 土豆 是吧 高产作物 玉米 白薯 土豆 是吧 中国的人口 为什么到清朝 巴加上个亿 是吧 康熙爷登基的时候 全国的兵数是2100万 全国有2100万兵 那算上布丁 也就四五千万人 是吧 四五千万人 到康熙爷驾崩的时候 一亿了 是吧 一亿了 乾隆爷继位三年 两亿 是吧 乾隆爷驾崩的时候 三亿 是吧 鸭片战争一爆发 道光爷的时候 4.1亿 全世界10亿 是吧 中国4.1亿 哇 你这么多的人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康熙爷不收人头 雍正 雍正爷不收人头税了 贪兵入母 人头税不要了 是吧 哥们不要钱了 生吧 不要钱了 不收人头税了 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土豆白薯 是吧 不但不要钱了 而且你能怎么呀 你能吃饱了 是吧 小麦 一亩地一两百斤 水稻三四百斤 玉米六七百斤 土豆白薯万八千斤 是吧 而且土豆白薯 它不挑地儿 哪都能长 是吧 你愿意浇水就浇 不愿意浇拉倒 是吧 你浇完水这么粗 你不浇水也这么粗 是吧 你上肥就上 不上拉倒 是吧 你不上拉倒不用伺候他 不用伺候他 所以这一下 中国人就呼架就海上去了 是吧 为什么中国人海上去了 摊丁入母 土豆白薯 清朝以前的王朝 人口的上限就是八千万 只要人口一达到八千万 天灾人祸 战乱改朝换代 准宝就出现了 这是南逃历史的循环 到清朝 200年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 为什么 摊丁入母 土豆白薯 又不要钱 你还能吃饱 你还造反 你缺德不缺德 200年盛清200年维持200年 为什么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史写的土豆白薯专门一张 龙墨重彩 没有土豆白薯 中国灭亡了 土豆白薯就中国了 简直 这东西太好了 这东西太好了 一下子中国人就能吃饱了 这东西早二十年进中国 明朝就灭亡不了了 李自成他们为什么造反 就是因为什么 没粮食 一子而食 你吃我儿子 我吃你儿子 吃子而食 到那种程度 老百姓吃儿子 吃儿子 吃子而守直到 到这种程度 你现在土豆白薯一来 哥们可劲造 我请客 你薯条薯饼你挑 是吧 所以高产作物 所以这样一来 咱刚才讲了双季道 高产作物 然后就是什么呢 衣食的结构变化 衣食 衣和食的结构变化 衣食的结构发生变化 写了吗 孩子们 衣 咱前面讲过 什么布为主了 棉布 原先什么布 麻布 绸是官府抽的 这是官府穿的 是吧 贵人们穿的 不是老百姓穿的 所以衣 结构变了 棉布为主 石什么变 结构怎么变 刚说完 土豆白薯玉米 以这东西为主 老百姓就吃热了 那就吃热了 你今天觉得这好吃 天天吃你试试 他这个 这是第一个生产技术 第二一个 第二一个 要讲的 生产技术及作物 就是第一个生产技术及作物 第二个要讲的 其实前面也都讲过这个了 就是这个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 白银的使用 商业市政的兴起 就这些内容 商品流通 就是这个 明朝中期以后 白银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就所谓的上币 白银成为上币 不是胳膊 白银成为上币 是吧 那个铜钱就变成了腐币 明白的意思吗 铜钱就变成了腐币 你想想他那个 朝廷征收这个赋税 就开始收什么了 朝廷征收赋税收什么 收银子 是吧 朝廷要一收银子 就变成了什么呢 地里种得出银子来吗 种不出来 那你就等于强迫农民跟市场发生关系 能明白呢 你必须把你种的东西给怎么样 卖了 卖成什么 卖成铜钱 然后到银楼里去换成银子 完成官府的税收 你等于就是农民就必须跟市场发生联系 农产品就什么化 商品化 为什么鸦片流入中国 造成中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就是鸦片一进来 白银就怎么样 就出去了 白银一出去 银贵 钱借 加重农民的什么 负担 能明白的意思吗 我 卖二百斤粮食 卖了两千文铜钱 换了二两白银 交税一两 我还能剩下一两 现在我还是二百斤粮食 两千文铜钱 两千六百文铜钱 一两白银 我卖这二百斤粮食 我还不够交税那一两银子呢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间接矛盾尖锐 为什么银贵钱贱 给中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如果要是官府收麦子的话 这就不存在了 明白这意思吗 你白银留 留爱留不留 我弟留不长银子 我长麦子 我交麦子 正是因为他收银子 才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你一收银子 就农产品成为商品了 成为商品了 就包括江南地区 我就可以不种地了 我可以拿钱去干嘛 买粮食吃 买粮食 道理就这样 所以商品经济很发达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耕地面积扩大了 人口增加了 第三个特点 他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表现 耕地面积扩大 人口增加 耕地面积扩大 人口增加 第四 就是一句概括总结的话 明清时期 中国仍然在世界上保持什么 领先地位 仍然保持领先地位 全世界的白银一半在中国 甚至有的人说是三分之二在中国 全世界的白银 中国使用的白银6.5万吨 每年用的白银是6.5万吨 是吧 就是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二说在中国 是吧 全世界 我就记得我前面说过 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是10个 中国占了6了 是吧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最发达 人口最多 是吧 农耕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个农耕文明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候 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当然这个问题 学者们是有争议的 好多这个学者是不认同的 说中国这个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 你甭管他认他认同不认同 反正咱教材上说 咱就简单说一下 那但是这个问题咱不展开说 因为他这个既然存在争议 就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他们还没白石精神考难干嘛 这个咱就记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手工工厂 这咱俩前面也已经讲过了 是吧 就讲那个 哪去了 那是呢 私营手工工厂 是吧 那么这个手工工厂出现 它是有这个什么呢 有什么特点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 就是我生产这个东西是要干嘛 是要卖 不是我自个用 我卖是要赚取什么 利润 所以写这个 是以生产商品获取利润 生产商品获取利润为目的 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 它这个劳动力是什么 是自由的 今天你来 我这倒闭你就换别的点 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 你不隶属于没有人身隶属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一点就是手工工厂 第二点呢 就是劳动力市场 这没什么可解释的 那就是说这个劳动力已经成为什么了 那前面讲过 商品了 是吧 劳动力市场 这没什么可解释的 没什么可解释的 但是中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始终是萌芽 没有长成这个参天大树 是吧 如果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话 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不比欧洲外 都是十三十四世纪 十四十五世纪出现的 结果人家一两百年 努不努就成大树了 咱们始终是萌芽 老长不起来 老长不起来 是吧 为什么 所以第三 第三 阻碍 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碍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阻碍 第一点 第一个最大的阻碍来自于自然经济 来自于自然经济 南耕与之的自然经济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的阻碍 你什么经济发展不起来 商品经济 对吧 我不需要买东西 你生产这玩意里卖给谁 我不需要买东西 是吧 他这个自然经济阻碍造成了两个最严重的问题 造成两个最严重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没什么 你看啊 很好真棒 无市场 首先第一个就是没市场 这个是很成问题的 就你生产东西怎么样 没人要啊 农民我 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什么啊 农民 农民他不买东西 男耕女之我不买东西 无市场 对吧 您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国家 最大的问题也是在这吧 你没有市场啊 你拉动内需 就内老不虚 是吧 内老不虚 中国的产品主要靠什么 主要靠什么 靠出口啊 所以这帮愤青动不动 抵制法国这个 抵制日本那 抵制美国那个 你找死的 是吧 人家美国人的产品 80%是靠自己人买 对吧 日本人的产品 70%是靠自己人买 中国人的产品 70%是靠外国人买 我们主要是靠出口 你抵制人 人家抵制你 人都不买你八笔娃娃了 你中国发吗 是吧 发你还行 你发给我干嘛屎 是吧 这个工资没了 这四个娃娃 我都疯了我 我疯了 你说圣诞树给你课 我要他干嘛屎啊 是吧 圣诞树我课 上面能中出钞票了吗 对吧 所以你你没法抵制人家 是吧 你你中国今天 中国今天内需不忘 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吧 国外外外国 洋人为什么敢花钱啊 没有任何顾虑 对吧 生老病死谁管的 政府管啊 对吧 我住房 我上学 我医疗都政府管 咱那全得怎么样 自个掏钱 对吧 全得自个掏钱 中国政府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两万亿美元跟手里钻的 你给老板上分分 门也没有 是吧 不给是吧 人台湾还还一人发了三千六呢 咱那没这事 是吧 没气 那台湾一人发三千六吗 优惠券 消费券 是吧 就当时我正在台湾呢 正发着呢 我看报纸给我 我没有 台湾人才有呢 然后看报纸给我乐的 因为发的消费券逮了83个通缉犯 通缉犯都就领去了 都领去了 是吧 有这头好事是吧 领一领 正好你看 是吧 因为这个那报纸登的 哎 干嘛乐的 是吧 台湾人所有商店都贴着 欢迎使用消费券 这刚才说的什么 这个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所以我要是经商做买卖 对 我就看准了下刀子 捞一票就怎么样 赶紧走 我经了伤了 我发了财了 我赶紧干嘛去 哎 对 所以那会儿的人呢 今天一个德行 以末至财 以本守之 是吧 以末至财 末是什么业 以本守之 本是什么业 我发了财 我就买房子买地 今天中国人是不是 发了财最先买什么 买房 吃把片 是吧 倒房 所以你看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叫泡沫经济 你主要靠两个东西 股市和房市 哪个市都不创造真正的价值 不创造财富 对吧 他只是价格涨了 价值怎么样 没变 我那房我买的时候 四千多块钱一米 现在一万五了 那我后悔 我买三套好了 我干嘛交全款 我应该分期付 弄两套 现在刮一卖 我还干这个 是吧 你买的是四千一米 他现在一米还是一米 涨到一万五了 这是价格涨了 但是价值不变 而且你涨到一万五了 没人要了 是吧 原来我们那房涨到八九千一万的时候 底下那些什么练家什么那帮人都忙不过来 涨到一万二的时候 我看他们闲着没事干了 涨到一万五 我看他们都全关门了 是吧 您这房谁要啊 二手房一万五 谁要 北京的房价是人均两万美元 人均两万美元的收入应该达到的水平 现在北京人均是四千是多少 中国人均是两千美元 北京的房价是二十年后应该达到的水平 我们提前跟国际接轨了 你这样一来 无市场 你还无什么 以末制裁 以本守之 造成你没什么 没什么 没钱 无资金 对吧 无资金 无市场 无资金 你没有资金 没钱 你没钱怎么发展 能明白那意思吗 无市场 无资金 没钱 第一个很大的影响 自然经济 第二个很大的影响 就前面刚说完的 什么玩意儿 重农一伤 对吧 重农一伤 清世宗雍正皇帝几次名发上誉 朕观四民之中 世之外农为最贵 是吧 一再强调 世之外谁为最贵 农为最贵 是吧 一世中多亿工作之人 即田中少亿更价之人 是吧 多一个做手工业经商的 就少亿干活的 就少亿种地的 这朕绝不允许 是吧 如果有人私渡海外 永远不准回国 回国就是展行 就出展 是吧 特别明显 我在马来西亚 三宝山 海外最大的华人坟场 带我们去参观 是吧 我没敢去 太可怕了 那边是吧 阴气太重 所以我们那车在底下 他过 你就看那山上密密麻麻 好几万中国人的坟 全是汉字 好多那个碑上都是 黄明 嘉靖 怎么怎么着 黄清 什么光绪年 就从明朝就开始埋人 一直埋到清朝 那碑墓碑上都是黄明 黄清 他们身在海外 心向天朝 是吧 现在我是哪儿的人 中国人 我用的纪念 黄明 黄清 什么什么年 但是朝廷拿他们当中国人吗 朝廷认为这都是什么人啊 叛徒 叛奸 良心 大大地坏了 大大地坏了 所以为什么孙中山先生搞革命 华侨那么支持他 就是因为清朝不拿我们当人 我们希望有一个能保护我们的政府 明白那意思吗 以后你们出国 尤其是去欧美国家 你就明白 人在海外最幸福的事就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是吧 对于咱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 是吧 我出国几次我才知道 原来中国的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在世界220个国家和地区里 它的信用度是219 不如我们的是朝鲜 是吧 朝鲜人也不出国 对吧 全人也不出国 是吧 你看我几次出国 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导游都是台湾人 我就很奇怪 我问为什么导游都是台湾人 是吧 因为台湾人一个是国语说的好 中华民国的护照 去日本不需要签证 到美国一签就是一年 无限期往返 去欧盟一签就是一年 无限期往返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去欧盟 15天 罢盖章 不许工作 看你都像偷怒的 是吧 不许工作 所以你要是中国大陆的导游 为什么不能去 你干不了这个 你这护照不行 人家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 130个国家免签证 香港特区的护照是160个国家免签证 美国是180 中国是30个 30个国家免签证 比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古巴什么什么什么 老国人民共和国 唯一的大国是俄罗斯 唯一的大国是俄罗斯 剩下的国家看你都是贼 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 我都恨不得 一下飞机我恨不得回来 同一架班机的洋人 一会都走没影了 人专门有个通道 欧盟公民通道 一会走没影了 中间的通道就是友邦 日本人 韩国人 包括台湾人 友邦的一会人也走没影了 然后再看我们的通道 中国人 黑人 哎呦 且查你呢 腰带解来 鞋脱下来 裤兜翻出来 是吧 我这么受这就到那受这罪了 我第一次去欧洲2004年 我像恐怖分子们 你看是吧 是吧 我不像 是吧 真的觉得他非常屈辱 非常屈辱 就是你人在海外最幸福的事 背后一个强大祖国 明朝的时候 西班牙占了菲律宾 菲律宾人起义反抗 领头的是华侨 华侨领的 西班牙军队就屠杀华侨 杀了2万多人 杀了2万多 华侨之后 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就吓坏了 是吧 谁干的这事 你杀了2万多中国人 这中国一派兵 咱不完蛋了 是吧 咱才2000多军队 中国有多少军队 说好几百万呢 是吧 所以西班牙总督赶紧给中国的官员写信 对不起 杀错了 下回肯定不杀了 送到中国的广东 给明朝的梁广总督给了信 一年多没回音 西班牙总督会就吓死了 可能 你到底怎么着 你说一句话 没人理他 一年多没人理他 一年多以后 回信了 可能梁广总督想起来了 又还这么一事呢 报告朝廷 朝廷这回事 犒赏西班牙总督2万两白银 你不是杀了2万多中国人吗 好 一人一两银子 犒赏2万两白银 为什么呢 乃为天朝除蚕去汇也 你杀的都是天朝的叛徒 杀的天朝的垃圾 太好了 是吧 那帮人跑出去 背叛天朝 我们想杀杀不了 你给杀了 替天行道 给2万两银子 所以你想 为什么华侨那么支持推翻清政府 到底在这 你这个政府不但不保护我 你还怎么样 杀害我 我这一门心思 黄明黄清 你拿我不当人 是吧 华侨只要一杜出去 就甭想回来 回来 那就是死刑 回来就是死刑 是吧 所以他非常这个 你这重容一伤 这么一搞 是吧 你不允许经商 不允许他出去谋生 是吧 不允许他出去谋生 你不允许他这个 这个 这个 朝廷设立关卡 征收重税 就造成了他发展没有什么 无市场 无资金 无利润 我干这行 我没什么呀 没利润 我还面临着很大的什么 风险 动不动我就倾家 荡产 这商人只要一发了财 官府叫怎么样 就治你了 随便给你安个罪 通匪 得全是我的 随便给你安个罪 是吧 商人 因为朝廷不保护商人的利益 所以地方官随便折腾你 是吧 打仗来 捐钱吧你 捐钱吧你 拿二百万两银子出来 没有 没有通匪 抓起来 完了 那弄你还不容易 我可以行贿地方官 你行贿多少是个够我 是个够我 前些年演过一个电视剧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就是黄晓明演的 他演一个大晋商 是吧 他们就一个劲的给 帮助清朝买军火 镇押太平天国 是吧 然后他给公亲王钱 开银行 像公亲王行贿 所以公亲王一翻脸 家产全部没收 充军发配 是吧 一翻脸你就完 是吧 是吧 你再怎么着也不行 国家根本就不保护你的利益 所以你没有利润 等于经商成了一个高危的行业 是吧 成了一个高危的行业 没人干 是吧 再有一个 第三一个 例行海禁 朝廷严厉的实行海禁 叫例行海禁 严厉的实行海禁政策 片板不得下海 谁下海 谁汉奸的干活 倭寇骚扰中国沿海 倭寇是什么 武装贩毒集团 武装走私集团 倭寇为什么要到中国来骚扰啊 他想跟咱做买卖 他想把他的扇子 日本刀 什么什么东西 卖到中国来 咱中国不要 我们不跟你做买卖 我们天朝上国有的是东西 谁跟你做买卖 不要 这一不要 他就要骚扰中国沿海 我卖给你不要 我就抢 我需要的东西就要抢 是吧 然后中国沿海的居民 就跟倭寇怎么样 勾结 是吧 我们浙江人 我们福建人 没地 有地都是沿简摊 连仙人长都不长 是吧 你让我种地 不会 祖祖卫卫 以船为家 以海为田 你不让我出海 我就没有活路 没有活路我就窝寇地点活 是吧 所以窝寇头子全是中国人 汪直徐海 大窝寇都是中国人 日本人是给中国人打工的 是吧 那也不是说你是窝寇 你是汉奸 不是 你不是汉奸 你老板他是日奸 他是给咱中国人打工的 那会儿日本是咱的小兄弟 对吧 他不像后来说汉奸 那会儿不是 他只不过就是 总部设在日本 倭寇一帮言语不通 来到中国 怎么烧沙墙里 门清啊 到哪去 一分真窝 九分假窝 倭寇90%是中国人 是80% 两分真窝 八分假窝 日本一共才几个人 是吧 他只不过就是窝寇武艺刀墙 刀法精熟 所以咱拿他打先锋 哥们你上 哥们你上 我后面躲着 中国人都聪明了 是吧 这卖命的事我能干吗 所以朝廷一看 窝寇闹太厉害了 是吧 怎么办 要扬一下我大明的国威吧 怎么要国威呢 咱再下一次西洋吧 是吧 再下一次西洋吧 兵部尚书刘大夏 一听朝廷有这动议 冲进兵部党案室 抱起政河的航海路线图 和那宝船的设计图纸 啪一把火扔孩子给烧了 是吧 扔活了给烧了 扔活了 混沌了 啪一把火扔活了 扔活了烧了 扔活了烧了 这事儿 三宝太监下西洋 索费六百万两 国库为之一空 还能再干吗 绝对不能干 就烧了 你这一烧 出现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海禁政策 就越来怎么样 越严格吧 你这一海禁 就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外国东西进不来 中国东西也出不去 对吧 所以你看 你想发展资本主义 无市场 无资金 无利润 无交流 你要能发展起来 它不是有鬼吗 明白这意思吗 这个 清朝一开始 还设了四个对外通商的口岸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要求是五口通商 对吧 清朝一开始是四个 后来关了仨 就剩下哪儿啊 广州一地跟洋人通商 而且广州一地跟洋人通商的话 洋人到广州是不能进城的 只能住在洋馆里 你不能直接跟中国商人买卖 更不可能跟中国百姓买卖 你只能通过官府设定的十三行做买卖 明白这意思吗 你设定十三行做买卖 你比如说洋人到中国来最需要的物资就是茶叶 茶叶的产茶的大省是福建 你这茶叶从福建直接出海多好啊 不行 福建没有口岸不能出海 人挑马拉驴驼的翻山越岭来到广州长毛了 就算不长毛的保鲜技术 那茶叶的价格就怎么样 一下就上去了 洋人就要求开放福州作为通商口岸 我需要茶叶我从这出来 你别这么干我受不了 鸦片战争要求中国赔款2100万 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赔款不是2100万 赔款是1500万 900万军费600万鸦片 这是不能赔的 不应该赔的 还有600万商欠是你该给人家的 你历年历代十三行 拿了人家货不给人钱 十三行为什么敢不给洋人钱 欠了洋人钱 我有官府撑腰 你别看我是哪个洋行的总办 我无品顶贷 你敢惹我 对吧 你上知府那告我 狗屁知府还没我那呢 对吧 你告我 你上什么越海关告我 你知道那海关大人 那是我舅子 你告我 对吧 所以咱欠人钱的不给 我有官府撑腰 我是官商 不给人钱 不给人钱最后人打了你 打了你老大出面 人抛欠说 给钱很累 你说乖乖的给钱 你那个钱是该给的 不是说这一千五 这次2100万都不该给 有600万该给 你欠人的钱 人政府来讨债了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一封闭出现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严重的危机了 你这个中国呀 在近代前夜呀 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中国在近代前夜 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第一个 这个严重危机的第一点表现在哪呢 中国 中国对外 闭关锁国 这个词熟吧 中国对外闭关锁国 中国对外闭关锁国 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 轻视科学技术 实行文化专制 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 那摧残这个国的阻碍近代 近代的发展 阻碍了近代的发展 写了吗 所以第二 第二一点 第一点是这一堆 第二一点 中西的对比 形式的对比出现了逆转 中西形式的对比 出现了逆转 在乾隆50年的时候 也就是1785年 我可能有同学听过 我给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在乾隆50年 1785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占世界的32% 欧洲11个主要国家 占22% 咱一国比他一周高10个百分点 这是1785年 那一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但是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 明白的意思吧 还没有完成 是吧 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 55年之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 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50%多 中国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吧 你说50多年的工夫 半个世纪的工夫 怎么就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就是因为他完成了什么 工业革命 对吧 工业革命 他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咱大幅度领先于他吧 咱有看不起他的资本 是吧 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达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国这个时候也还是一个农业国 他还没有过渡到工业国 所以比农业你跟我比不了 是吧 比农业你跟我比不了 我们中国那么多人 我们劳动力那么多 是吧 我们人手最多 是吧 我们中国人最多 是吧 人手最多 谁想到最后你不玩人手了 你玩机器了 对吧 你玩机器我比不了了 人手的优势看不出来 人口了 略是就看出来了 他不光有手啊 他有口啊 他得吃啊 机器不用吃了 舔点煤 刚刚刚刚就转 对吧 但是中国认识到自己落后没有 自我感觉良好吗 乾隆皇帝八旬万寿 英王乔治三世 派遣马格尔尼公爵访华 英国国王实在穷啊 年收入才三万多英镑 为了凑礼品 就凑了一年多 可能 给中国皇帝送了价值16000英镑的礼品 那简直真的是英国的学本 棺材本都垫出来了 那会儿的英镑跟今天也不一样 你别这么想 那会儿一镑 怎么着和现在一万多镑那种感觉 给凑了那么多 走了一年连准备礼品 一年才到中国 皇上生日早过完了 八旬万寿过完了 但是皇上很开心 什么国来了 英姬立国 没听说过 画外帆帮 都心向天朝 朕接见一下吧 皇上也老了 八十多老小孩了 喜欢看个热门 来 于是这英国人就来了 坐着大船来 来到中国之后 皇上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 是吧 你天津下船 坐中国的小船沿运河来北京 你那大船进不来 来北京 来北京 马格尔尼公爵就发现 每一艘小船上 中国人准备的小船上 插着一面小红旗 毛笔写着五个字 这个马格尔尼问翻译 那五个字什么意思 应吉利共使 你来干嘛来了 上贡 给我们天朝进贡 马格尔尼公爵通过翻译 提出严正的交涉和抗议 我们不是来进贡的 我们是寻求两国的平等外交来的 是吧 马格尔尼公爵很愤怒 中国官员更惊讶 中国官员不是愤怒 是很惊讶 是吧 两国 普天之下 谁敢与天朝并称两国 是吧 小邦无礼 你不是国 你是邦 你怎能是国呢 对吧 你不是国 你不能注意说用词 用词是很重要的 你没礼貌 我交给你 你是邦 是吧 平等外交 普天之下 谁敢与天朝平等啊 是吧 你不进贡 不进贡你干嘛来了 是吧 来天朝你看有一个不进贡的吗 你看这朝鲜不进贡 越南是吧 流球 谁不进贡 是吧 你不进贡你回来吧 是吧 所以马格尔尼想算了 甭跟这帮人费着劲了 是吧 然后见我们大皇帝就有规矩的 三跪九寇 马格尔尼又活了 我见我们国王刚鞠躬 我见你们皇上三跪九寇 你不够 你可以回去吗 是吧 马格尔尼说 我 贵可以 贵国必须找一名 与我品级相当的大臣 在我国的国王和王后画像面前 三跪九寇 是吧 而且他指明让和珅去 是吧 和珅去 和珅能干这个吗 老了我什么人 领包军大臣干这个 最后前龙爷还当时比较大度 行啊 他单腿下跪就可以 见教皇不是单腿下跪吗 你单腿下跪就完了 不跟他争着 然后见了面也挺好玩的 好玩的滚回去吧 是吧 然后送给中国皇上礼物 战舰模型 什么破案啊 是吧 各位福送回宗的字多好 是吧 破案望远镜 看他嘛 望远镜是吧 宫里边都要望远镜看 是吧 然后怀表用不着 不用计时 这就当时我太监喊 不用计时 是吧 然后什么那个那个 几箱英国最先进的火器 1860年烧月明云 英国人冲进来一看 都没开箱 封条都没撕开 是吧 皇上拿着兴趣看他呀 兵者不祥之气 你给我枪干嘛 对吧 不要 没用 懒得看 然后马格尼说 两国能不能通商啊 不成 是吧 能往你那派使臣吗 不成 是吧 甭来信 然后给马格尼一道圣旨 你那鬼地方忒远 我就不派钦差去传旨了 你去传 让你们英国国王摆上香案 跪着听 听圣旨 奉天承愿 皇帝赵约 我天朝物产风营 不无所不有 原不借外宜货物 以同有无 我用不了给你做买卖 天朝什么都有 但 朕枕面 丝巾 瓷器 大黄 茶叶 乃耳国必须之入 我想到了 丝绸 茶叶 药材 是你们国家必须的 你中国人离开的东西活得了活不了啊 你怎么能相信英国人离开的就活不了啊 你中国人都喝茶 都吃药 是吧 都吃药 有病挺着死的多的是 中国人都用瓷器 这些东西是尔国必须之入 顾家恩体恤 每年赏赐若干 不必算钱 这东西在我们中国太多了 给你 不要钱 你只要别来就成了 你别再来了 你真讨厌 是吧 你既然我不下跪 我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 你别来了 你别来了 尔国天在海语 你们国家托语啊 都不知道在哪儿 托得不辣事 那个是偏在海语 心向天朝 你要终于我们大清啊 是吧 乔治三世看完那圣旨 假牙掉地 乐了 这什么玩意儿 大英帝国 日不落帝国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殖民地 我心向天朝 是吧 你开完乐了 是吧 几十年后 嘉庆皇帝在位 阿美士德伯爵 奉乔治四世的使命访华 这次嘉庆皇帝 连见眼的兴趣都没有 他不下跪 让他滚蛋吧 是吧 又给人发一道圣旨 天朝富有四海 岂须而小国之些为祸物灾 是吧 又给发一道圣旨 这两道圣旨 人家保留在外交部 党案馆里 时不时的拿出来展览一下 你看大清皇上给我们的圣旨 让我们跪着街 跟这个世界的先进的差距越差 怎么样 越远了 好 今天到这儿